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现在开手! 恢复热搜的第二天,唐宇哲高调认爱了,据台媒报道,唐宇哲在出席新系记者会的时候,承认与小13岁的混选女演员苏小轩在交往当中,并且表示两个人是在朋友的婚礼上认识的,夸赞女方是乐观到不可思议,称自己是一个冲动的人,不排除闪婚的可能,嗨,童年偶像又被收走了一个。 唐宇哲作为台湾偶像剧的男神鼻祖,给8090后的这一代人留下了不少的轻松回忆,终极一般KO牌名榜第二的雷克斯,谁能够不爱吗? 还有就是《花样少男少女》当中那个角色梁思南,让唐宇哲迅速的上位成为了新偶像,令无数的粉丝们迷恋他。 一路摸爬滚打,接着出演的《翻滚吧!蛋炒饭》,又是一部风靡万千少女的电视剧,还霸道了一个冷知识啊。 唐宇哲原来还是第一个拥有欧洲粉丝后援会的台湾男明星,而唐宇哲的女朋友苏小轩是一名九五后的中美混血儿,传闻是台湾某知名企业老板的千金,长相漂亮,身材火辣,因为曾经偶然的登上了校园杂志而打开了知名度。 作为近几年才出道的新人,之前一直都只是接接模特的工作,后来通过了出演偶像剧《料理高笑声》,展露头角,知名度大开,还获得的是第四届华剧大赏,最具潜力的星星奖,拥有到的是一张混血精致脸,加上清新脱俗的气质,因此得冠以小粥惠美的称号。 168厘米配上的是44千克的体重,哎呀,今天咱决定不吃了啊。 三年龄有一点差距吧,但是感觉还是挺般配的,此前台媒曾经多次报道过两个人同框了,第一次呢,是在去年的7月份,唐宇哲被拍到亲自接送苏小轩。 据悉啊,被拍当天,苏小轩在某商场出席活动,唐宇哲戴着口罩搭配一身休闲的装扮,早早的就来到了商场的附近等待。 苏小轩活动结束之后,便静止地走向了唐宇哲的车,唐宇哲更是化身为TG保镖,一路护送在女友的身后。 走到车前,苏小轩很驾轻就熟地打开了车门,坐上了副驾驶的座位。 据悉,当时两个人被爆料,已经是密恋到四个月了,嗯,可是本人呢,很快就出来打假了。 哎,接着,在上个月呢,唐宇哲与绯闻女友苏小轩再度被拍到一起逛街, 报道称女方想牵小手,但是却遭到了唐宇哲的拒绝,只能够拉一脚了。 不过两个人一路上是有说有想,看起来感情非常甜蜜。 当时还有网友称,苏小轩曾经是唐宇哲好朋友汪东城的前任女友, 这个话有点厉害啊,娱乐圈也太傻了吧, 所以这是一出我的心怀是兄弟就爱的狗血戏码咯。 这边苏小轩和汪东城有传过绯闻的, 凑巧的是呢,那一边唐宇哲也和汪东城传过绯闻。 哦,汪东城这碗水端得可真的是够平的啊, 不过东唐这一对古早男男CP,感觉比汪东城和苏小轩的锤更加要实, 他俩的感情好好哦, 镜头前公然互相喂饭, 交杯酒喝得一点都不尴尬, 这也靠得太近了吧。 不过别多想,这俩就真的只是好兄弟而已。 借着公开恋情的机会, 唐宇哲同时也帮大东澄清了与自己女友的绯闻。 虽然苏小轩是唐宇哲这些年第一个公开承认的女友, 但是他的绯闻女友啊,可是没停过的哈。 与周杰伦,他美国等人传过绯闻的《江旅晨》, 传闻与唐宇哲合作过《拜京女王》之后, 两个人疑似音系生情, 曾经被拍到多次私下见面。 传了最沸沸扬扬的绯闻女友, 那肯定是非郭雪芙莫属了。 当年,唐宇哲曾经邀约到郭雪芙担任新歌MV女主角, 并且在MV当中深情激闻, 后续也被拍到多次相约逛街吃饭, 疑似坐实恋情。 同时,唐宇哲也表示并不排除发展的可能性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 这一对也不了了之了。 2016年,唐宇哲的绯闻女友像是换了verse的, 突然跟一位蛇精脸网红有了关系。 有网友爆料, 一个疑似是唐宇哲的小号, 与网红C里言语当中的互动非常的暧昧, 还有一张合影锤。 后来,唐宇哲方回应称, 假的,女方炒作,合影是批的。 说起来,前些年因为身体的原因, 暂退过娱乐圈几年的唐宇哲, 再度复出之后, 好像已经难回到以前的巅峰了。 几次上热搜都是以绯闻事件重回到网友视野。 希望这回收获了天天爱情的她, 往后能够更好的发展吧。 到了一定的年纪, 谈个恋爱很正常, 希望她们能够幸福呀。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 感谢大家关注《缤纷娱乐秀》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,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,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。